A.M.What News今天跟大家說一宗 我想人人都會關心的新聞 就是Trafargo的網站 在澳洲方面面臨一些檢控的程序 其實根據澳洲新聞消息報導 Trafargo在澳洲被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在今年8月入稟澳洲聯邦法院指控他們誤導消費者 違反了澳洲保障消費者的相關條例 其中涉及將一些普通房價錢和豪華套房價格作比較 引導用家轉向向Trafargo提供更多佣金的酒店 其實這次Trafargo這件事的巨勢情況 我不想太複雜和大家說 簡而言之其實Trafargo是否還做到一些廣告上所說 是比較同一間房間的價錢去找一個最便宜的價格 這就是重點的所在 其實這次這件事令我想起大家在數碼數據的年代 大家都很相信所謂的大數據的搜尋資訊 但是如果提供這些資訊的網站或者這些app本身 他們亦都是收取一些他們的廣告客戶佣金的話 究竟這些大數據的有用或者可信程度有多高呢 這件事我想這次澳洲Trafargo事件就正好作為一個借鏡 大家去想一想 另一方面來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這一類型的所謂格價的網站 都成為了近年很多電子媒介或者很多的平面媒介 甚至乎是網上的廣告平台一個很大的廣告供應商 即是說他們給很多錢賣廣告的 那究竟是陽無出在誰身上呢 這一次我也有點頭暈暈了 因為我想很多的觀眾或者讀者大概都會以為 其實他們用的所謂格價搜尋app的資訊是可信和可靠的 但今次這件事件之後 大家又會想一想究竟是否真的絕對信得過呢 而又要看回其實為何他們會有這麼多錢賣廣告 是否證明這些行業本身很好賺呢 我有少許數據可以給大家分析 因為原來只是說Trafargo 全球在今年首九個月的收入有超過66億港幣 那究竟這些收入又從哪裏來呢 究竟是肯給他們佣金的酒店或者公司 還是其實是因為他們拿到這些網民的信任 而令到他們能夠產生利潤呢 再說了就是今次其實這件事 就是由澳洲的消費者委員會ACCC去跟進和調查 和作出的入品 究竟香港這方面我們又有甚麼的執法 或者一些消費者委員會這些單位可以幫我們跟進呢 其實我覺得在這件事上 往後他們都應該會有一些針對在香港的格價網站 我想他們都會做一些調查或者一些搜集資料 不過再說回頭其實近年呢 海關那方面都有一條可謂相當之通常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聽到用的條例去檢控一些 所謂失實聲明的一些商戶的 那就是商品說明條例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都會知道 很多時候很多藥房由根變兩 都經常被海關放蛇去捉 那究竟今次如果這些格價網站 他們在提供這些資訊的時候 在廣告上有誤導的話 海關又會不會跟進呢 我想就短時間內海關都會有一個解釋 好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